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奇不可否认是网游之中的一个经典之作 由于它较早的进入了中国的网游市场 所以受到了无数人的青睐 在这样一个充满山寨气息的时代 当你看到这个传奇被翻拍成电视剧的时候 你也不足为奇 那么大家现在所看到的就是这个热血传奇毁灭之王 这部电视剧的海报 这部电视剧的绝对属于原子弹级别的 标题将热血传奇网游和这个暗黑破坏神毁灭之王 结合在了一起 海报上竟然公然的写着 坐拥60万在线人数 一名注册用户 300分钟电脑特技 重现指环王半寿人 以及哈利波特的仙术和星球大战的魔法 整个海报上的标语 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漏洞百出臭不要脸 里面的什么沃玛教主啊赤月魔啊 简直就是一塌糊涂啊 总而言之整部电视剧就是侮辱了传奇啊 可是在这样一个山寨盛行的时代 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十大影视于网游之魔兽世界 2009年的时候呢 暴雪娱乐公司就已经宣布啊 要拍摄这个魔兽的电影 也确定了是由这个蜘蛛虾导演山姆大叔啊 来亲自抄到 但是时隔两年 虽然这个魔兽的电影啊 并未有正式上映 可是呢 的确是牵动了许多人的心 可是就乌妖王这个资料片的 审核时间长度来看呢 即使国外上映了魔兽的这个电影啊 那么进入中国的时间呢 也会是非常缓慢的一个过程 最近听说这个文化部又开始发飙了啊 他把这个很多的像使命召唤之类的游戏啊 进行了这个和谐 我估计在接下来坑杀的那一片 就是我们这种人了 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看我的视频啊 以免以后看不到 十大影视于网游之地下城于勇士 作为唯一一款被我连续炮轰过两次的网游 地下城于勇士还是显得十分的坚挺 那么这个 什么不要吵 即便很多人痛恨外挂 可是到了网吧 我还是看到有很多人开着外挂在那刷DNF 对于游戏我也不想再多说什么了 所以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个游戏改编的动画片啊 阿拉德战记 由日本拍摄的这部动画阿拉德战记 是改编自这个中国代理的这个韩国网游地下城于勇士 阿我们玩着中国代理的韩国游戏 然后呢 看着由日本改编自中国代理的韩国游戏的动画片 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复杂关系呢 似乎非常的难理 其实像这样复杂三角关系呢 我只要打一个比喻 大家就会很清楚了 我们来打这样一个比喻 今天我要出差了 我出差之前呢 我把我的工资卡呢 交给了女流 交给女流 结果呢 我出差回来之后呢 哎 发现 哎 我的工资卡居然在敖尚党的手里面 哎 那么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三个人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啊 这个大家自己去想 好吧 十大影视与网游之热武派对 2009年暑假上映的非常完美 是由这个北京完美时空啊 投资拍摄 由张子怡 林心如 何润东 姚晨等多位明星联合主演 很显然 完美公司将许多的这个热武派对当中的游戏元素呢 加入了电影非常完美之中 然而由张子怡扮演的这个舒飞这一角色啊 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活体广告 十大影视与网游之梦幻珠仙 梦幻珠仙又是一款曾经被我炮轰过的网游 又是完美旗下的一款游戏 那一句九天神雷 以见影之 我想大家一定是记忆犹新吧 完美公司总是周旋在电影 电视剧以及网游中间 由仙剑奇亚传三的原班人马 胡歌等人啊 出演的这个梦幻珠仙 巧妙的将这个游戏 小说啊 电视剧结合在了一起 可见完美公司在将这个影视与网游 结合在一起的这个行业上呢 而是首屈一指的老大哥 但是呢 这个完美啊 在这个黑钱啊 黑人的这个程度上呢 也是首屈一指的老大哥 十大影视与网游之 投名状 2007年上映的这个港产电影 投名状 是由陈可欣指导 由李连杰 刘德华 金城武主演 该部电影呢 在08年的这个香港电影 金像奖上呢 获得了八个奖项 紧随其后呢 则是出现了各种同名漫画 同名网游 以及同名歌曲 网龙公司呢 想要借助这个 同名状电影的这个活热程度呢 来打造这个 同名状安赖这款网游 可是没想到 打错了卢翼算盘啊 想要借助电影的名气 却又不在游戏的开发上下苦功 这样的游戏会成功吗 十大影视与网游之 沉寂思汗 09年年底上映的这个 刺灵呢 是由这个朱炎平导演指导 由这个林志玲和周杰伦 进行主演 紧随其后 由这个麒麟游戏 联合这个中影公司 推出了沉寂思汗 刺灵这款网游 说到刺灵 我就有一个不得不说的话题了 就是这个 听说这个林志玲 在拍这部戏的时候 拍一场这个骑马戏的时候 从马上摔下来 听说连这个硅胶都摔碎掉了 十大影视与网游之 亮剑 05年一部亮剑 在全国上下热播 同样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视剧 在游戏界有这样一个公司 叫做中青宝 他们总是喜欢的 拿这个中国的战争题材 来做网游 先后开发出什么 抗战英雄传 抗战 抗日 结果现在又有了这个 亮剑 那么这几款游戏 看上去 整个都是同样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正所谓这个换烫不换药 最可恨的就是这些游戏 扛着这个红色网游的旗号 出来骗钱 这就是国产网游的威力 实在是太雷人了 十大影视与网游之传奇 九成在代理了这个奇迹世界之后呢 终于是耐不住寂寞 找了这个鬼才导演宁浩 和当红的影帝黄博 为这个奇迹世界呢 拍摄了电影 并且是找了这个凤凰传奇啊 演唱了这个奇迹世界的音乐专辑 其实当我们剔除了 整部电影当中的广告成分之后呢 我发现宁浩果然是非常好 这个鬼才 虽然影片仅仅只有30分钟 鬼才导演宁浩以及实力派的黄博啊 将整部电影表现的淋漓尽致 十大影视与网游之星辰变 星辰变呢 是由盛大开发啊 从小说改编过来的一款同名网游 那么最近我也是听说 这个星辰变要拍成这个电影 这个湖南广电要和这个盛大公司合作 出资这个六亿元啊 建立这个盛世影业公司 那么据说这个星环珠格格和星辰变啊 将会是他们的首部作品 其实我个人还是非常期待这个星环珠格格 因为我非常期待这个谁是来演这个尔康是吧 其实这个修仙类的拍电影呢 还是非常有搞头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禁会联想到像什么 双修 是吧 采音补羊 是吧 那么星辰变呢 是请了这个吴克高来演 不这个吴克群啊 吴克群 这个字写的 由吴克群来演唱这个主题曲 那么前段时间也是看到个视频啊 对这个星辰变电影的这个 主角的这个大猜想 那么同样我个人是比较看好这个谁啊 这个胡歌是吧 胡歌 近两年像什么天外飞仙啊 仙剑七侠传一啊 仙剑七侠传三啊 啊 虽然他的脸都已经撞歪掉了 但是我觉得他的演技还是非常考究的 呃 我本人是非常喜欢这个番茄的书啊 所以对于这个电影的期待也是非常的热忱 最近呢 这个星辰变的这个修行学院这样一个宣传方式呢 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 我也看了他几个广告片啊 觉得拍的还是比较有创意的啊 总比那些啊 比较低俗的一些宣传 什么搞些脱衣五娘啊 要好了很多啊 这就叫做创意营销啊 脱离了一种低俗的宣传手段 好多东西呢 我们要表扬 坏的东西呢 我们当然要批判 具有创意的营销方式是很多这个游戏厂商应该值得学习的东西 其实要说网游和影视剧的事情呢 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光 呃 也是希望这个游戏商呢 能够在提高自己游戏质量的时候 再去向影视业进行发展 而那些想借着影视来提高自己名气的网游呢 希望他们不要再把心思浪费在这里的 因为我们玩家不是白痴啊 电影好并不代表游戏好 好的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就就差不多了 那么希望大家以后再继续关注我的节目 那么接下来我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的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见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